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如何运用ChatGPT将你的Excel能力提升至少十倍以上 ChatGPT已经被运用到越来越多的领域 Excel又是我们生活工作当中经常会使用到的工具 今天这个视频将永远改变你使用Excel的方式 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行操作演示 首先我们需要登录ChatGPT 这里我们使用免费的3.5版本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并不需要4的联网跟插件的功能 另外目前3.5的响应速度一定程度上是要高于GPT4的 我们要演示的内容是利用ChatGPT来帮助你使用和理解Excel函数的运用 首先我们先展示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然后逐步的增加难度 这是一家红酒销售公司的经营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不同的产品 这是上个月每款产品销售的金额 我想计算上个月所有产品销售金额的总和 假设我们不知道如何计算函数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插入函数的按钮 我们可以点击它进入函数的选项页面 在这个位置输入文字可以告诉Excel 我们需要这个函数做什么样的工作 比如我们输入 大家可以看到Excel本身并无法给我们提供任何的反馈 那么我们把同样的问题带给ChatGPT 看一下它的表现 我们在这里面输入 我需要在Excel中计算B2到B12所有数字之和该使用什么样的函数 大家可以看到ChatGPT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函数的结果 那么我们现在需要CopyCode 然后将这个函数粘贴到我们指定的单元格之内 这样结果就生成了 当然这是最简单的功能 现在我们增加一些难度 看看ChatGPT的表现 这是这家公司的红酒单品价格目录 我们的任务是找到这款名为小诺兰肝红跟绿林肝白对应的商品价格 这个我们只是用作展示 实际上我们遇到的情况 可能这个销售产品的种类会更多 是这个的10倍20倍 那么我们如何在这里面找到我们目标的产品 以及自动填写它的单价呢 传统的方法 我们可能需要选中该列以后 利用查找选择功能 找出对应的 找出对应的小诺兰肝红 并把单价填写到指定的单元格 其实我们也可以利用Vlookup函数 或者Index Math函数的组合 快速的提取这个数值 如果你不了解这些函数该如何运用 我们可以直接将问题抛给ChatGPT 看一下它的表现 我们直接告诉ChatGPT 我想在这份Excel表格中 查找小诺兰肝红 并提取它的销售金额 我们点击发送 大家可以看到 ChatGPT给我们提供了两种函数的方法 一种是Vlookup函数 另外一种是Index和Math的函数组合 那么首先看第一个Vlookup 它在告知我们函数结果的同时 也告诉了我们这个函数背后运作的逻辑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第一条提示 它需要我们将小诺兰肝红这个名称 代替我们第二的这个选项 那么该如何操作呢 我们首先复制 那我们将这个函数粘贴在指定的单元格内 同时如果我们要查找小诺兰肝红 我们要把第二 替换成小诺兰肝红 那么它就直接生成了结果 我们可以对照一下看看它的答案 答案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它的Index和Math的函数组合 同样它也告知了我们这个函数背后运转的逻辑 那我们粘贴复制 因为这个目标是绿灵干白 那么我们需要把这个第二的位置替换成绿灵干白 那么再来对照一下结果 答案是完全正确的 ChatGPT的强大之处在于不但可以给我们提供输出的结果 还可以让我们了解函数的运作机制 这样我们就可以举一反三 下次再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们就不再需要去询问ChatGPT同样的问题了 相当于学会的一个小技巧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把难度进一步提升 这项工作的任务是要提取每一个邮件的名称 比如第一个lucyatgmail.com 我们需要提取它邮箱地址的名称 那么这个名称是lucy 这样我们在给它将来发邮件的时候就可以称呼它为尊敬的lucy 第一种方法我们可以使用Excel的快速填充功能 比如第一个我们知道它的称呼应该是lucy 那么其他的我们可以点击数据 快速填充按钮 那么这样就可以快速的生成其他同类单元格的内容 除了这种方法 我们同样也可以利用函数来填写 我们将问题告知XGBT 看看它会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这样询问它 我需要提取这个Excel文本中A列所有app之前的文本信息 大家可以看到它同样给我们提供了两种函数的方法 首先第一种是用到的left加上find的函数组合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公式它写的是该公式将提取A1单元格中at之前的文本 但实际上我们A1单元格是一个标题 那么我们需要将A1改成A2 那么首先复制这个函数 我们选定需要生成数值的单元格 然后再将这个函数粘贴 将其中的A1改成A2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点击Ctrl加回车键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同样生成了结果 同时这个结果也是完全正确的 接下来我们再试验一下XXGBT给我们提供的第二种函数方法 同样我们也需要把A1改成A2 大家可以看到它一样达到了我们想要的结果 同时我们如果想认真了解这个函数的背后运作逻辑 我们可以询问CtrlGPT 请帮我解释一下这个函数是如何运作的 这样CtrlGPT就会告诉我们这个函数背后运作的方法 同时包括每一个部分代表的意义对应的单元格 这样方便我们后期去使用的时候 如果出现问题我们也可以知道该在什么位置去做一些修改 OK我们现在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一下难度 我们看到了这是某一段时间这家红酒公司销售的所有产品 我们想要知道这这么多产品当中今天销售的主要有几种SKU 它这当中涉及了很多重复的内容 我们的工作是要去除它重复的内容 最终来确定它今天销售的产品总共有几类 我们同样把问题交给CtrlGPT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去询问CtrlGPT 在Excel中我希望知道A2到A17总共有几种不同的内容 我需要你给我提供一个计算函数 那么A2跟A17指的就是我们Excel中需要函数计算的一个范围 大家可以看到CtrlGPT给我们提供了两个函数值 大家可以看到它第一个函数值计算的是非空白格的数量 所以对我们来说用途不大 我们可以直接粘贴它第二个函数值 我们在指定的单元格去粘贴该函数 大家可以看到它生成的结果结果是6 那么我们来快速核对一下它的结果是否是正确的 大家可以看到结果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一下难度 这个工作要求我们给每一个指定的邮箱发布对应的邮件 并在邮件中告知我们的货物已经给您发出了 你需要为我们支付这个指定的金额 大家可以看到邮箱不同 它对应的金额也是不同的 如果我们需要完成这个工作 我们需要使用Excel的红功能 首先我们需要在数据栏中打开开发者功能 在这个部位我们可以点击右键 然后选择自定义区域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我们要把开发工具进行勾选 确认以后我们Excel表中会在这个位置 弹出一个开发工具的选项 那么在开发工具当中 我们要点击这个VASO Basic 然后同时点击插入模块 那么这里需要我们输入一个模块的代码 我们将我们的需求告知CHIGBT 看一下CHIGBT的表现如何 我们可以这样告知CHIGBT 在这个Excel中编辑一个红 来发送邮件 使用以下内容 请你好 您购买的商品已经为您发出 请你在收到产品 且确认误后将贷款X 然后括号我们要跟他告知 从A列中提取X值 汇入本公司的指定账户 那么同时我们告知CHIGBT 发送的优箱链接是在B列 那么点击发送 看一下CHIGBT该如何回复我们 大家可以看到 CHIGBT为我们编写了一个VBA的code 那么我们只需要将这个code copy 然后粘贴到这个插入的模块当中 然后我们点击关闭 这样的话我们再点击红按钮 就可以看到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指令 我们接下来只需要点击执行就可以了 这里面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我们的Excel 执行发送邮件的功能是通过它关联的Outlook 去账号去实现的 但是实际上Excel这个Outlook 它的连接一直不太稳定 经过多次操作以后我们最终把邮件发送出去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到自己的邮箱当中去看一下 是否它收到了指定的邮件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收到了邮件 请你好您购买的产品为你发送 请在收到产品且确认误后将货款3212 我们来对照一下这个结果 3212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节目做到这里 我想说有了ChatGPT以后 我们再也不会因为Excel那些复杂的不为人知的功能 感觉到束手无策了 我们只需要知道Excel可以实现哪些功能 具体怎么实现 我们将这个工作交给ChatGPT就可以了 高效的完成工作的同时 我们还可以利用ChatGPT来了解这些Excel函数的功能跟用法 通过这样的积累不断拉开与其他人的差距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请为我点赞分享订阅 这样会让算法知道你喜欢类似的内容 为你推送更多相关的频道 期待与你下次见面 我是大悦 拜拜